欢迎来到ANGEL看妞团 今天带大家去看这间位于 盲感市Unionville社区的一间 新式双车房 NUnit Town House 这间Town House是在2020年起好的 左东正门向西 里面总共有三间套房 再加一个客厨 由于拍摄当天外面真的又冷又大雪 所以我就提供了一些 下雪之前拍下的照片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间屋的后面 它的车房和Basement是同一层 里面可以拍到两部车 外面也可以打横拍多部 总共是可以拍到三部车 这一张是一间屋的侧面 由于它是NUnit的原因 所以和旁边的屋会有一段距离 这里就是一间屋的正面 善嘴指着的地方 就是我们正门进去的位置 事不宜迟 去片 这里就是正门进来的位置 我抬头给大家看看 正门进来的色力是开高了 刮着一盏很漂亮的灯 我目测应该是有18呎楼底 即是一入门口这里 一入门口的右边这里就有个位置 可以给大家放一张长的椅子或鞋櫃 在这里给大家换鞋或摆鞋 是绝对足够的 我们过来这一边 这里算是半个Basement 因为它就不像平时的Basement 要下很多层楼梯 这里就只有两层楼梯 这里就做了一个office space 大家也看到 staging 即是一张工作桌 这里的位置非常适合 往时的Basement的窗位很小 但你看到这个就足够大 所以光线也非常足够 我们过来这边看看 平时如果自己住的话 通常都会用这个门口出入 这个是一个双车房的townhouse 因为今天外面实在很大 所以我就把车放进来 平时在这里住的 就会从这里回到这里 这个是一个楼梯底 给大家看看 这里没有灯 不是 有灯 进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楼梯底 大家如果有什么多余的杂物 就可以放在这里 旁边这个门 就是一个closet 这一盏灯是火的这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closet 因为这么大 这么方方正正的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说 这里的townhouse 留下的位置 是适合适合的 去加一个电梯 如果家里有老人家 又不想经常走这么多层楼梯的话 就可以适合适合加一个电梯 方便一点 老人家上上落落 然后这一边呢 就是机房来的 但都照给大家看看 平息 黄 Bref 好 我现在上到二楼了 而楼一上来的右边有一个住宅 这一层是有9呎楼底的 然后我们看到业主也更新了这些potlights 其实我觉得这些potlights不需要也没问题 因为你看到这里有这么大的窗 而且外面是一望无际的 平时这里是一片绿地 因为这几天真的不停下雪 所以外面看出来都是白白一片 这就是我站在窗口给大家看一下整个living room的环境 这里就是我刚刚上来的位置 然后这里就是通常去上层的睡房 这盏灯记不记得吗? 刚才进门口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的 就是一台头看到的那盏灯 而且这个位置的staging就放了一个白色柜在这里 其实这个位置非常适合放电视机 平时一家人吃完饭一起去看电视 聊天就很棒 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 给大家看一下整个living room 我们现在可以过去另一边看一下厨房 这里还有一个櫃给大家看一下 哇 原来是屋主升级了一个红酒櫃 我想这家屋主当然很喜欢炭酒的了 那二楼上来转左边呢 这里是一个厨房 你看到它的柜也是非常之多 而且它整体是用了白色配金色的一个元素 去设计这个厨房 它是detail到连我这个水龙头 都是用了金色 配上这些呢 你看这柜它都是白色底 然后配上这些金色手把呢 其实黄帅是非常之有质感的 我很喜欢这一只 其实真的很漂亮 然后我再站远一点 给大家看一看 那它这个位置就是陷入的 那我们就会叫它做一个 breakfast bar area 那staging 只有这三张椅子 我觉得太少了 其实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是绝对足够可以擠到四到五张 甚至乎六张椅子都没问题 因为其实真的很够长的 你平时三五知己过来 找你们喝杯东西啊 即聊聊天啊 也不想弄髒一些沙发 坐在这就对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看一看 整个dining room 这些窗也是非常之大 全部都落地窗 那这里呢 它动门其实是开到的 但是就走不到出去 那这一只呢 就叫做julia balcony 给大家看看 对面的设计 是跟我们这一家屋一样的 那就是都是双车房 里面拍到两部车 然后外面这里呢 其实你可以打横拍多部都没问题 总共可以拍到三部车的 好 那我们现在又 上上一层看看 差点忘记了 这个 是个powder room 一个客用的洗手间 OK 那我们现在上到来第三层了 其实如果你不计的basement的话呢 这一层就算第二层来的 那这一层呢 主要就是有两间套房 再加一个laundry room 给大家看看 那这里就是laundry room 洗衣机和干衣机都集合于这一层 那就方便不需要另外再拿衣服 到basement里洗 那我们先参观这一间房 这一间房呢 一进来的左手边 就是一个4 piece的bathroom 那在这个bathroom的对面门呢 这里就是closet 而且还要是一个 upgrade了的custom closet 那我站在房间入门的位置 让大家清楚点看得到这一间房 哇 这一间房其实都很大 我见过staging了 放了这一张床 这个size是 等于一个queen size的床 它两边还放了床头柜 之余啊 你看到还有位置剩的 我现在站在另一个角度 让大家看一看整间房的环境 这里还有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就很适合 比如好像staging那样 放一张椅子 你平时可以放按摩椅也可以 电视也可以 放一些柜柜也可以 又甚至乎你放在你的工作桌上 都绝对够位置 那现在我们去另外一间房看看 刚才介绍过 这里上楼梯 这里还可以上另一层 去主人房的 这里 又要开开给大家看看 其实 记得我刚才一楼的时候 我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位置是可以给你升级成一个电梯的 但是 业主他就没有升级 其实这个位置就可以用来放东西 或者把它变成一个closet 也没问题的 那这个就是另外一间套房 那这间房的确实没有刚才那间那么大 这一张像是double size的床 它也配有一个 升级了的custom的衣柜 我现在直接是不用开灯 你都看到是非常之光亮的 因为又是有一个很大的窗 就是刚才我们是二楼的living room 看不出去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 back room 有个shower 完全都不用开灯 都已经够光亮了 那我们又再上一层看看 看 打开给大家看看 原来是个living closet 哇 这个也很大 你平时那些什么 洗衣液啊 洗澡 那些全部都在这里 绝对没问题 这里就是顶层了 一上来这里 有一个area 可以给你做这个office space 那这里还可以走出去的 的确也是被雪淹没了 哈哈 平时如果做事做到累的时候 那就可以走出去看看这个美景 又是这个櫃 看到吗 应该就是那个正方形的 对了 正方形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可以给你upgrade做电梯的位置 又是一个地方可以给你用来擠东西 或者造成一个衣柜 没问题 我先给大家看看 那我现在去看看主人房 这里又是有门可以通到出去的 这边就是个厕所 这边有个shower 这边还有个浴缸 OK 然后刚才进入门口的时候 都没有发觉原来是closet 在这里 这个walk-in closet 就是最大的 一个upgrade的custom closet 因为始终住人房 什么都更大一点 是比较靓的 我站一个厕所给大家看一看 这里就是入门口的位置 门后面就是walk-in closet 这里就是刚才带大家看过的bathroom 各位团友 屋就和大家参观完了 现在就和大家做一次final summary 这间是一个三层的镇屋 凌家basement 它的lock size正面是寬21尺 乘域的深度是50尺 它的室内面积是有2032尺 至于价钱是155万8千 还有这个townhouse 它是每个月有收一个管理费 是113元 这个管理费是包括 产草、产草、产雪和垃圾 至于地税 就是大概5900左右 至于Univill社区的校网 也都绝对值得和大家一提 它这里里面有一间 Saint Justin Modern 它这一间是全安省总共有3037间小学里面 排名是No.1的天主教学校 如果你是非天主教徒的话 也可以选择这一间Codell 它是全安省小学里面排名第83 至于中学就可以选择这一间Saint Augustine 和众所周知的Univill High School 这两间学校的排名是在全安省739间中学里面 都是排名第12 大家都看到这一区的中小学校的平均分数 都是非常之高 而且他们的排名都是非常之靠前的 在这里的人 约30%都是说粤语的 约25%是说英文 还有约20%是说国语的 剩下的那些就是说其他语言的 至于生活和交通方面 这个location也是非常之方便的 因为由这里走出去最近的巴士站 只需要两分钟路程 而且这附近已经有齐五大人行 和两大超市在左近 还有数都数不完的各种各类的餐饮行业 任君选择 特别是如果你夏天又不想开车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walking distance去到 你说是不是很方便 OK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不太清楚 想了解多一点的话 欢迎WhatsApp WeChat 或者email我都OK的 联系方式会在最后 就这次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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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